欢迎客属会副理事长黄金旺贤康利 一旬数年行善如常的坚持 不为山陀尔台风大雨 亲自送达了百项卫生纸生活物资 交给了吉安乡社会客收存 统筹发放给乡内的弱势家户 而吉安乡长游书贞表达了由衷的谢意 也成为了台风天弱势送暖的小确幸 欢迎客属会副理事长黄金旺 协同妻子林真荣 多年来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捐助贫困弱势家庭 这一次捐赠卫生纸物资 希望能够更贴近受助家庭的需求 因为生活物资公庙捐蛮多的 所以乡长说卫生纸比较少人捐 大家每个家庭都需要的 平常一定要用的 所以乡长说用卫生纸是好没问题 是这个风雨深信心嘛 因为现在我们家乡里面贫苦的还非常的多 所以要需要有心人士来多多 预助赞助这个贫苦的人家 面对山土耳台风来袭期间 风雨中捐赠物资属头一次 乡长游淑珍也感谢黄金旺副理事长康力 炮砖引玉 相信社会救助关怀在风雨当中更增添温暖 尤其在这几天风雨台风来的之际 但是在卫生纸尿片还有辅助的牛奶等等的食品跟用品 都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我们谢谢过去客属会 我们的黄理事长为我们傾听到需求 带来的是来做配合性的卫生纸的发放 我们再一次感谢在风雨带来了我们无限的温暖 黄金旺贤康力这一次一共捐赠了100箱 内含800串抽取式卫生纸组 交由节安箱物资捐赠平台统筹发放给箱内的弱势嫁户 记者刘宾胜节安箱采访报道